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车就靠您给我多介绍一下 好 没问题 咱们这款车是北京越野在2021年新推出的一款城市清越野北京三菱 它外观的话和它的大哥BG40是一样的这种越野 硬拍越野的一个外观设计 我看了 因为还是传统的延续了我们的家族传统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北京的车 这个车的话它的尺寸4505的一个车长 然后1855的车宽 1710的车高 它的定位的话也是城市清越野 因为它整体要比40要小一号 而且它搭载的是一个1.5T 6AT的一个动力总成 这样也是更适合于在城市里用车 看这个车我们好像是把这个车比作了狼是吧 我们三个版本都跟狼有关 说明它是也是很有野性的 那给我讲一下它跟野性相关的一些数据 像这个车的话 我们知道越野车 它最主要是接近角 离去角 还有纵向通过角 这个车22度的接近角 26度的离去角 包括20度的纵向通过角 这样的数据是在城市这种SUV里边是独有的 不能说少有 是独有的 像打开车门看我们车内的话 其实这个车2675的一个轴距 在这个级别车里边也是算中大型的这样一个空间表现 开头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全系标配的全景天窗 车内的多色氛围灯 让咱们晚上开车的时候 打开氛围灯之后 晚上就会显得非常感觉很好 就是说 是非常有情调 是吗 特别是带女朋友一块出门 对对对 氛围灯在一变换 是吧 对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因为有很多人在SUV和越野车里边会有一个选择恐惧症 算是 SUV的这种舒适性科技性的配置想要 然后这种越野车的硬派的外观 包括它这种强悍的越野能力也想要 咱们北京三菱就是这两款车的一个结合体 既满足了这个车内的一个舒适性包括科技感的一些东西 然后外观动力包括它的这个像刚才说的接近脚离去脚 也是满足一个越野的一个需求 对 只有小孩才做选择 成年人都要 对 往前都要 您刚才说它是电动的是吗 对 电动的汇贝箱 像这个车型以我最主观的印象来说 我以为它是手动的 对 因为这种硬派越野车的这种车型的话 配电动尾门的很少 但是咱们像刚才说的三菱任何车的话 是间距城市和越野 所以说这种科技感的配置一定要配上 那北京三菱用从外观来看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北京的汽车 因为它还是保留了北京汽车最家族的五孔的隔山 狼就是很有野性的 所以它的野心是保留了的 然后它又增加了很多舒适性的配置 包括一些科技的 包括像说电动尾门 它的540度的影像等等 这种安全科技包括舒适 它的配置都非常到位 所以这个车就像刚才说的 只有小孩子它都选择 成年人都要 我既要越野也要它的城市的性能 包括它的科技智能舒适安全 全方位的保护